看你给多少钱 有请主持人李思思 芭蕾王子 玉门 舞蹈全明星推荐人佛双白 舞蹈全明星推荐人高度宇薇 资深舞蹈爱好者舞蹈界男人升职新星何云薇 谢谢 这也是我们今天舞台上的五位明星 他们今天将会推荐各自的团队来到我们舞台上进行比拼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栏目的口号吗 舞蹈全明星 我是大明星 谢谢 欢迎所有光明现场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舞蹈全明星 首先呢我依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新星光临现场的各位推荐人 他们是冯生白老师 吕薇 资深舞蹈爱好者何云伟 吕萌芭蕾王子 还有我们的高大帅高度老师 五位推荐人 稍后呢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推荐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就请五位 落座嘉宾席 有请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开场很特别吧 因为我们是用这样的一种芭蕾舞的方式开场 今天呢确实有一支团队是和芭蕾舞有关 那么首先第一支团队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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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二号团队 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掌声 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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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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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助五位 我们准备 挥护一下 您上来 太浪漫了 太适合何云伟了 动作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主要是感情 好好好 只要是感情到位了就成功了 那我们看看以情动人的这对 来 这对不对 这蓝精灵灵不对 这是阿拉贝子这么一个舞蹈 什么你再说一遍 阿拉贝子 什么阿拉贝子 这叫阿拉贝子了 是盖着贝子 阿拉贝子 来 好 写发 走 绕圈 这就绕圈了 往哪边绕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女萌你给她们点指导 然后接下来什么动作 好 下跪 下跪 下给我吧 最后还得亮相呢 做造型 心里 心里 主要是眼神 你注意到眼神了吗 我注意到了 我发现你特别走心今天 这个戏啊 走心了 特别走心 是吧 特别走心 你们两口子完成得不错 这属于乱点 颜阳福 但是真的 芭蕾王子 你觉得他们这对怎么样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第一次就能谈恋爱 就能配合这么好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芭蕾舞 其实以后多来我们节目 多看芭蕾舞就会更好的 因为我认为何老师 今天肯定是第一次接触芭蕾舞 是的 那个民族我接触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刚才那个 刚才你那出场是怎么 你再跟我们来一遍 就是大家都 我们都非常优雅的出来 完了你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他那个是芭蕾的那个装束嘛 所以我也得有点那个芭蕾的意 是吧 我看他们都有那个启范 行了 我看何云伟的表演就到这吧 我们谢谢蓝精灵何云伟 特别棒 能忘何云伟的表演 真的觉得我们芭蕾王子特别帅 是吧 这么帅的芭蕾王子 刚才只是和公主搭档了一下 大家是不是没看够啊 刚才是做驴叶 现在他是舞台上的红花 再给我们来那么一小段solo 好不好啊 说现场的谁因为这个动作爱上了他 哇 好多啊 这样吧 我们首先有请我们身后的大众评审团来做一个投票 看看你们是不是把票投给我们的二号团队 请按键 何王子 把票投给我们这个团队吗 当然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里边有我的五败 还是为了他投的票 看一看加上了大众评审团的投票 还有我们几位嘉宾的投票之后 一号二号作品目前的得分情况 来请看 好我们看到目前呢 一号作品得分是124分 二号作品目前得分169分 谢谢你们 新座场就正式开课了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吕萌 看看他如何诠释芭蕾舞 有请 各位先生 我今天主要想讲的呢 想跟大家讲的是 如何更好地来欣赏芭蕾舞 比如说我们在观看芭蕾舞剧 那么观看芭蕾舞剧的时候 不光要看到演员在舞台上 曼妙的动作呀 高难度的技术技巧啊 当他们有一些双人舞啊 包括读舞 变奏技巧展示之后 他们会有两个人走到中间 比回来比回去 比回来比回去 然后挤眉弄眼 生情并茂 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稍微了解一点的 知道他们在演戏 知道他们在叙述剧情 那么不知道 还以为刚从预言放出来 那么这个 这种表演形式呢 是芭蕾舞里特有的表演形式 被称作手语 或者也被叫作哑剧表演 那么我们为什么 不太了解也看不懂呢 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 手语的词汇不太了解 比如说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手在三位手的位置上 互相缠绕 并打开 在芭蕾舞里呢 是舞蹈的意思 是舞蹈的意思 比如说手在脸颊的下方划半圈 对 是漂亮的意思 那么比如说在宫廷里 在宫廷里我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公主 我会上去打仗 我说 哦 你今天很漂亮 我想要求你在这儿 跳支舞 这就组成句子了 那么当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和不同的生活背景 那么出现的手语也不同 比如说漂亮这个词 那么在宫廷里面是很优雅很委婉的 说漂亮 那么拿到生活当中呢 就会更加热情更加奔放 就会说你长得很漂亮 比如说我看到我们舞蹈世界资深的美女主持 思思的时候 我就会说思思你今天很漂亮 那么在碰到我本家姐姐 吕薇老师的时候呢 姐你今天太漂亮了 那么还有一种手语 也比较生活化 那就是用自己的手背 拍打手掌 这个手语呢 其实代表的是 Mody 金钱的意思 那么在 舞剧海盗里面 我演了一个 人贩子 贩卖人口的 一个反变角色 那么在奴隶市场里 我和这些阿拉伯的商人们在 贩卖人口 那么这帮阿拉伯的商人会来找我 说 哥们 这个奴隶 太漂亮了 多少钱 那么我就会说呀 我说啊 这个奴隶太漂亮了 你看你给 多少钱 这时候两个人可能会讲价呀 就出现讲价了 那么两人就谈吧 来来来来谈这架吧 15 20 没有 全开 不卖 那么后来就开玩笑 这个说到金钱的动作 那么还有一个在芭蕾屋里经常出现 那么天王湖也会出现 顺美人也会出现 再包括葡萄家子 很多的芭蕾屋剧里 都会出现一个很奇妙的手势 就是指向自己的无名指 那么我们都知道 无名指其实是戴这个订婚戒指 或者是结婚戒指的一个手指 那么其实指向自己的无名指呢 就是结婚一词 那么在舞剧《唐吉科德》里的时候 我演的是一个理发师 我非常深爱这个酒馆老板的女儿 那么这个酒馆的酒馆老板呢 他还是一个财迷 特别贪财 一心想把这个女儿呢 嫁给他隔壁的住着豪宅的富豪 那么我们俩之间有一点对话 这是跟我未来的老丈人的对话 他会说 你小子 看好我特别漂亮的姑娘 你要跟她结婚吗 我说是啊 他问我 那你小子 有很多的钱吗 我说啊 钱 我 我 兜里 没有 但是 我是一名 理发师 替人 刮 胡子的 你要是愿意的话呢 胡子 我有一大把 当然这么俏皮的回答之后呢 遭到了我这个 未来的岳父的激励反对 反对我们俩的亲事 然后横帮树党 那么疯疯癫癫的《唐吉科德》出现呢 然后也出现了很多喜剧的效果 最后被《唐吉科德》乱点鸳鸯谱 把我们俩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想通过这些浅浅的介绍 大家对于芭蕾舞首语的 应该有更多的了解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呢 继续我们的比拼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三号团队上场 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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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这个作品没有高难度的技术技巧 也没有那么多的跳转翻 但是这各位舞者的表情 还有那些小的动作神态 都特别抓人 我自己也是南方人 我最觉得自豪的 我特别爱我们的江南文化 那么大家刚才已经在台上领略到了 刚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们江南的那抹淡淡的绿 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一种清新 一种希望 一种活力 那么刚才思思又说到了 有一个感受 就是小小的动作 都让你特别的陶醉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 自己就是东方女性的代表 是东方最美最温柔的这样的一种女性 我相信全世界的男士 是不是都喜欢这样的女生呢 可以说是了 可以说是了吧 我也可能是真的是对自己江南文化的这样一种情感 已经融入在我的血脉当中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想我此时此刻给大家唱一下茉莉花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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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 恤 judgment 说到了最爱的江南文化 那么究竟这抹芳香是不是打动了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呢 请大家拿起手中的按键器 看看考虑一下是不是把票投给三号作品 请按键 好了那现在呢大家已经进行了选择 但是 雨薇姐你往中间看 我看不懂呀 头三号的是我方成员 头二号的是敌方成员 敌方成员分别有高度老师和冯双白老师 怎么会说呢 我想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得到冯双白老师和高度老师的指点 将来我们会有更高的高度 所以接下来我们上海团队的东方茉莉们要请冯老师和高度老师给我们更多的指导 好吗 你看我们这推荐人太会说话了 你知道吗 李薇姐 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啊 冯老师那个投票期一直就握在手上 他一直在纠结 我到底要不要赶呢 这个本来啊 我是真的是觉得这个算了 这个不投了 但是结果吕威这个一番这个加油啊 给你们加油啊 深深的打动了我 不过我还是要把我的一点意见提出来哈 就是我觉得这个服装啊 还可以有改进的地方 就是我注意到哈 就是第一个人这个老师的啊 这个第一个 哎哎你往前站一点 和刚才就是吕威后面的这位 哎哎清流站 你们看他们这两个人的服装 我觉得这个服装稍微长一点 稍微短一点 其实视觉会非常不一样 这个一上来给我感觉 我就觉得哎呀 这个好像是不是 是不是这位大姐的服装啊 这个是不是不是她的服装 是不是不是她的服装 她的服装然后被穿上了啊 对她是借人家的可能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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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被冯老师看出来了 所以三号团队加油了 真够硬 我这坚持不懈的努力啊 最后还有一位高度老师 她是舞蹈家协会的党组书记 她不谈舞蹈 她谈服装 为什么 这是在家受训练了 因为她的太太就是服装设计师 有很多的 很多的舞剧的那个服装设计 都是她太太设计的 所以她看到那个高矮啊 长短啊 她不去看舞蹈 她老去看着服装 也有点麻烦 那我对这支舞 我的评价是 从头至尾很完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有特点 很有他们南方人 那个嘶嘶嘶的特点 南方人说话吧 他不像东北人说 干啥呢 他两码事 所以他那个 整个那种千细啊 那种典雅啊 或者那种文秀啊 都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了 谢谢高度老师 谢谢 高度老师的意见 相信会被我们的队员采纳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加上了大众评审的投票过后 我们的三支团队 目前的得分情况 请看 好 我们看到目前的 一号团队113分 二号团队139分 三号团队146分 谢谢你们 恭喜 今天来了 唱了这么一小段茉莉花 我们都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能不能再送给我们一首 完整的歌曲 好 再给大家演唱一首 应该说还是挺新的歌 海上升明月 好 有请 何時我安慰世紀 多想被夢穿著修葬起你 愛上生命 心有千千年 多少次 再也不想傾斜 你有沒有感見 愛上生命 心像地飛越 多少情愛 相約過下的海 空海這青春的終年 今天要上場的是4號團隊 讓我們轉身有請他們 閃亮登場有請 中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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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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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离远看吧 是一群80后90后 离近看呢 还是一群80后90后 你看我们经常说时尚 怎么叫时尚 从装扮上来说 眼镜得带眉片的 牛仔裤得穿带动的 我们这牛仔裤还差点 但眼镜确实眉片 那我们这些装扮呢 这谁给设计的 各穿各的是吗 还是有统一的设计 我们有一位团长老妈 她给我们把有秀的 给截了 长的给截短了 就这样 大家都这样穿了 那谁教您把帽子 戴成这样的呢 我小孩 我的小孩教我这样 您小孩教您这样的 那刚才说了 说我们这个服装设计师 是团长妈妈 我妈妈来了 大家就这么说 您好 团长妈妈 你看这满头白发 请问您今年高瘦啊 我七十了 还是十岁 如果是虚瘦 我都七十一了 七十一岁了 那团员们都叫您团长妈妈 请问您的这些孩子们 今年都多大了 我们这个团队平均年龄是六十二岁 最大的年龄七十三岁 平均年龄六十二岁 最大七十三岁谁 哪位啊 七十三岁 哦 在录像 平时也参与跳 是吗 当然了 那七十三岁 这位团员也叫您团长妈妈吗 是的 哇 你们倍分好长好高啊 那我们这个团队 您怎么把他们打扮这么年轻 这么时尚啊 我们这个团队啊 虽然都年纪大了 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够老啊 我们还是要追求时尚 因为 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 就是应该健康 要健康要快乐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跳的广场舞 还有外地游客呀 就和我们一起跳 跳了他们就拿相机啊 摄像机这个 我们刷刷刷的 我们还是有一点明星的感觉呢 那今天可能够有明星的感觉 你看这摄像机一个一个的 刷刷刷刷刷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很有意思 每个作品好像都和推荐人的气质相关 你比如说第一个作品 朝鲜族舞蹈 含蓄 就像冯尚白老师的性格 第二个作品 芭蕾舞 高雅 芭蕾王子 吕萌 特别契合你的气质 第三个作品 东方茉莉 特别适合吕薇 典雅 到了第四个作品 这位推荐人的气质吧 很难用一句话一个词来形容 他就是 何云伟 你自己概括一下吧 你觉得我们这个舞蹈的气质 符合你身上哪方面气质 当然符合了 这叫什么呀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是吧 十锦大尔堂各有各味 说我们这个舞蹈 我们没有这个基础 那不要紧 您会什么 就跳什么 就拿我来说吧 演员的度是杂货铺 你要什么 我有什么 但哪样都不灵 但哪样还都有点 这也是可以 相关的 相互勾连 没错 有联系的 所以我跟你说 刚才我们这些叔叔阿姨 跳得那么卖劲 就差你这一推荐 人家说不定就拿冠军了 当然了 就看你的表现了 何云伟 当然了 但凡是我推荐的 都错不了 都是老顽童 越跳越年轻 越跳 越跟我一样 如果说朋友们支持我们的话 我见天给你们说笑话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身后的大众评审团 做一个选择 这样一支时尚 又非常年轻的 又活力的团队 是否打动了你们呢 请按键 同时也请我们其他的四位嘉宾 做一个选择 看看你们 究竟把票投给哪支团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加上了大众评审的投票 还有我们几位嘉宾的投票之后 现在四支团队的得分情况 请看 好我们看到目前的一号团队111分 二号团队116分 三号团队121分 四号团队156分 谢谢你们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支团队 他们的表现将直接决定 这期节目哪支团队会最终胜出 让我们掌声有请五号团队上场 有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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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